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内密灌顶的作用 是请本尊佛菩萨来坛场接收受惯弟子 只要如法修行 对廖三托死是百分之百的保障 做了敬业功德的人 若有缘遇上俱圣德 可在灌顶后即刻成圣 受内密灌顶或进行灌顶的条件 必须是为真正的佛行事业 做了尽心真实的贡献 立下大功德的人 比如做好事 旧灾难 弘正法 发大愿 行善业 不行写说 贡献真正的如来正法寺庙 如正法寺 或顾佛寺 至于要捐贡多少钱 才是对佛行事业的贡献 如果一个人生活都困难 他能省师俭用 从生活中节省一元钱做佛行事业 就是贡献大了 如果一个人本来是亿万或几十亿的富翁 他只捐赠一百万共修正法寺庙 这一定还不是尽心贡献 而是应酬性的 重点在于真心诚意 富之实践 要特别注意 哪怕你做了尽心真实的贡献 立下了大功德 但只要你对内密贯顶师说讲话 打妄语 本尊就不会通过哲诀 贯点是得不了贯的 还有以贡献佛行事业为第一 而把自己的生活都放在第二位 这就超越了大功德 直接圆满了全线净业纯功德 由于此类行人的供养心形 已经建立了净业纯功德 若遇俱圣德 即可当下十二小时之内 得见虚空佛菩萨本尊 把当众写好焚骚了的文表 佛菩萨会把他复原后 送到净业功德弟子的手中 弟子在梦里接到佛菩萨本尊 当面交给弟子的文表后 醒来之后手中就会拿着文表 十表是当着众人所写好的表 而当时就火化烧掉 却又由佛菩萨将他复原 在梦中交给弟子 而弟子选后手中一定拿着这道文表 有这道佛菩萨亲自送给净业功德人的文表 这位制成弟子必然受到本尊法缘一品灌顶 接着送菩萨一表后 受至宝甘露 就圆满顿超植入成圣 但必须一介行持 大悲为本立身 在2018年国立二月中旬 与美国盛世 本来主题是大家要接受 格兰德谦世乐玉尊和旺杂丧尊 莫知尊者等团聚庆年 而就在当时主题缘辩 在很多人集合的公众场合之下 出现了一位发心坚固 敬业功德供养聚圣德的人 当天他坚决要临舍一切财产 生命供养聚圣德 而不是供养常规圣德 罗汉菩萨 虽然聚圣德拒绝 分文没有收 但此善得弟子的真心敬业功德 感动了聚圣德 聚圣德说 你看得起我 给了我这么厚的礼 这一世我是第一次遇上 如此真心虔诚的佛弟子 记住 我永远也不会接收你一分钱的供养 但是你的纯净心意 我和佛菩萨收下了 依法我当送你一份回正礼 佛的礼是今晚下半夜 一点至五点之间 会有菩萨本尊从虚空来到你的住所 跟你见面 众行人顿时花然震惊 聚圣德当公众写好的文表 让大家看好后火化 果然 晚上约四点钟 金色菩萨 金光灿烂驾铃 将当众手写火化后的文表 送到了该睡梦里的弟子手中 醒来自己手中拿着火化后复原的文表 完全如上所说的显尽相同 座场四众弟子 比丘比丘宁 幽婆瑟 幽婆怡 亲自从头到尾 目睹此西式难遇的圣境空前 本尊法缘一品灌顶的第一部前咒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门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18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